在执行玉山计划之前 没有人能想到 F5能为台湾服务50年之久 几年前 台湾就打算让这位老将回家养老 兜兜转转好几年 直到今年才决定 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 将剩下的F5战机全部除异 但除异的F5如何处理 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直接封存的话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直接卖给五金回收商也有点可惜 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 不如将这PF5战机改造成无人机 理论上来说 将除异战机改造成无人机 并不算太困难 因为战机的操作系统 已经相当完整了 只需要将飞控系统 视觉观测 机体状况燃料 都以数位信号传递给地面控制站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美国非常擅长 早就完成了QF100 QF4 QA5 以及QA16等战机 不过 美国改造的无人机 通常用来充当武器测试的靶机 从2010年开始 就将封存的F16A 改装成无人机的计划 以每年大约有30架的作动 将F16改成遥控化无人机 在80年代初期 台湾为了天工天舰导弹的测试工作 也曾将四架初一的F5A 改造成QF5A遥控霸机 被称为舰护专案 由美国TRACKO公司来协助改装 这批F5A编号分别是 669188 697117 697120 以及701397 在前往美国之前 这批战机上的机号等信息 就全部被磨除 仅在原途装上保留美军续号 以及尾翼蓝白条 结果在运敌美国后 首次试飞中 就发生了一场事故 后来经过调查 是因为美方没有F5A的组装经验 在组装过程中 将一个接头接反了 才导致告警灯全量的状况出现 另一场事故 发生在改造后的飞行实验中 QF5A起飞前往空域执行科目 由于这款战机高空性能不佳 在进行4G转弯动作时 双发战斗机突然熄火 并伴随着无线点失效 只能由飞行员接赶操作后 直接调转机头 前往最近的爱德华空军基地 准备紧急落地 最终有惊无险地降落下来 90年代初期 这四架经过改造后的QF5A 回到了台湾 部署在距离酒棚最近的制航基地 并由美国派出的飞行员进行验收 并定期进行航线测试 每次飞行试验 需要舱内飞行员将QF5A 停到直定位之后 再由地面遥控站接手操作 在进行航道测试时 还会固定派遣一架F5F 双座机半飞 负责监控把机飞行状况 如今 台湾想要将厨艺的F51F 改造成无人机 也不算什么难事 中山科学院也有足够的技术完成 把退役战斗机改为无人机 这是很多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干的事情 事实上 战机无人机改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机 更像是类似于巡航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 这些战机在经过改造后 除了充当导弹把机以外 还可以携带大量弹药 在远程操控和导航的指引下 对一些重点目标发起自杀式打击 比如敌方后勤枢纽 指挥中心 部队集结地 以及军火库等 相对来说 改造一架战机的成本并不算太高 想让战机化身无人版本 需要改造飞行控制系统和传感器 并进行全面的测试和改造 以适应无人机的使用 预计费用可能在数千到数万美元之间 还需要改造无人机载荷设备 包括传感器 摄像头 监视器等设备 需要选择适合F5战机的载荷设备 并进行全面的测试和评估 预计费用可能在数千到数万美元之间 在完成改造后 还需要对改装后的F5战斗机 进行多次测试和评估 以确保其性能达到预期 预计费用可能在数万到数十万美元之间 最后就是改装和维护费用 这包括对F5战斗机进行相应的改装和维护工作 以确保其性能和安全性 预计费用可能在数千到数万美元之间 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相比 改装无人机拥有诸多优势 具有较高的使用消费比 战机改造一般就是对现役 或刚出一机型的拿来主意 在平台技术和改造方面的成熟度都比较高 从而在设计 生产过程中 可以免去一系列复杂环节的投入 拥有迅速研制并部署的明显优势 将将F16改造成无人机版本 需要拆除一系列不必要的部件 然后铺设超过3000根 连接到飞控中央计算机的电线 这些电线最终接入一台自动驾驶仪 该驾驶仪将取代飞行员的位置 对QF16实现操纵 美军把QE的F16改装为 无人驾驶的QF16飞机 改装无人机主要有两种用途 第一是给空对空武器 地对空武器实弹打法测试 第二是挂上炸弹 充当自杀式无人机 另外改装无人机飞行性能优异 一般情况下 只要控制技术和手段过关 改造后的战机 能基本集计成战机原本的性能 而且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还能突破有人驾驶时 飞行员生理极限所带来的制约 比如美军改造的QF16 就能在万米高空 以1.47马赫的速度飞行 飞行过程中的机动过载 甚至可以达到7G 而飞机本身则能够达到 9倍重力加速度 这是一般飞行员难以承受的 现代专门设计的大部分无人机 与之相比 由于受到发动机功率和载油量的限制 在巡航速度 飞行高度和航程上都逊色很多 只有少数几种长航时 高空战略无人机 才可与之媲美 最后就是 由战机改造而成的无人机 在贺载方面的能力非常强 不同的载弹量体现出的是 不同的潜在战斗力 无论是机体的外挂能力 还是内部弹舱的携带能力 改装无人机都远优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 在专门设计的武装无人机中 美军MQ-9攻击无人机的载弹量最大 达到1.7吨 可以携带4枚地狱火 和2枚500公斤航空炸弹 美军最先进的X-47B无人战斗机 载弹量也只有2吨 只能够携带2枚2000磅级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但经过改造后的QF-16依然保持远偶的技术指标 无论是航程还是载弹量 完全不属于现代无人机 整体作战能力甚至超越一些查打一体无人机 今年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还宣布 已经在F-16战机上成功集成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 使得无人版本的F-16拥有了自主作战能力 空军飞行员将一架特殊的高度改装的F-16控制权 交给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由这套系统自主驾驶飞机 在完成试验后不到两个小时 同一架F-16再次飞上太空 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 进行了第二次飞行测试 在试验过程中 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发的 自主空战行动AI系统 成功完成与模拟对手的一对一超视距空战 DARPA开发的空战进化AI系统 成功演示验证其在视距离内的机动能力 并与AI红队进行产斗 另外在2020年的时候 DARPA还主导了一项模拟飞行对抗赛 探索人工智能如何帮助飞行员提升空战能力 DARPA让自主的F-16模拟器相互竞争 人工智能系统以5比0的成绩 击败了一名美国空军F-16战斗机的飞行员 如果能够让人工智能代替飞行员驾驶F-16 那么美军就能大幅度提高其空中作战能力和效率 同时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和成本 在美国计划中 未来F-35将与无人版F-16协同作战 在接近目标的时候 无人版F-16将进入敌方防空系统进行打击 幸存的F-16也可以和F-35一起继续攻击主要目标 按照美国计划 未来料机可能会升级成隐身战斗机 但现在空军还有大量F-16可以利用 唯一的代价就是将其变成自主作战 目前美军还有大量F-16存放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那里被称为美军的飞机坟场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腹地 气候干燥 炎热 大多数存放的飞机 都能在多年内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改装完毕之后的QF-16不再需要飞行员 可以执行全新级别的危险任务 这些无人战斗机可以装备导弹 炸弹或者其他弹药 也可以只用作诱饵 美国认为这种退役战斗机改装无人机的思路 是一种低成本 高回报的尝试 不过将厨艺战机改造成无人机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就是起降条件要求高 无人化的战机与有人驾驶的战机 在起降方面的要求没有任何超比额 离不开机场跑道与相关设施的保障 这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所采用的多种简易起降方式相比 在部署和运用的机动灵活性上差距较大 再一个就是 改造后的战机隐身能力比较差 因为选择改造了机型 一般都是退役老旧机型 气动布局和机体结构都有些落后 雷达反射和红外特征也比较明显 很容易被各种先进探测设备捕捉 战场生存能力较弱 F-5这款战机起源于诺斯罗普公司的N-156项目 原型机是T-38教练机 目的是研发一款低成本 保养简单的战斗机 以此来竞标美国的军事支援计划 为盟友们提供一款战机 为此 诺斯罗普推出了多种机型 最终 N-156F的设计获得了美国军援计划 并命名为F-5A战机 B型为双座型 主要负责作战训练 自1964年签订的第一笔生产合约 到1972年生产结束为止 诺斯罗普共生产了636架F-5 其中包括200架的F-5B教练机 60年代 台湾通过美国军援计划 采购了92架F-5A与23架F-5B 并在1965年正式服役 代号羽山计划 F-5A在台湾空军服役近22年 F-5B则是服役了31年 70年代 诺斯罗普赢得国际战斗机计划 研发一款空优战机 来对抗苏联的米格21 此计划也造就了F-5A21的诞生 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F-5E战斗机 证明老虎二世 F-5E比F-5A更大 拥有较多的机翼面积和更先进的航电 双座的战斗胶电机型称为F-5F 不同于5机炮的F-5B F-5F重新设计机笔 保留一艇M39机炮 1968年 台湾与诺斯罗普洽谈合作生产F-5EF战机 由诺斯罗普提供技术指导 人员培训以及厂房所需要的成套设备 称为虎安计划 1974年10月30日 第一架F-5E出厂被命名为中正号 直到最后一次的虎安6号计划为止 台湾一共生产了242架单座的F-5E战机 以及66架双座的F-5F教练机 占全球总生产量的四分之一 台湾空军也成为全球装备F-5EF最多的军队 全胜时期拥有5个装备F-5EF战机的联队 1990年代 台湾开始换装新型的F-16战机 F-5EF正式退居第二线 成为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机种 虽然退到了幕后 但F-5EF毕竟是一款标准空优战机 并且还是前一代的空军主力 是训练台湾飞行员的最佳机种 不过服役几十年 面临机身老旧零件缺少的问题 发动机已停产30年 都是靠不断翻修来维持性能 可靠度也相对较低 即使在2019年就应该退役了 当时计划从意大利采购M346高级焦点机 来取代现役的AT-3与F-5EF 但由于台湾当时正在进行永鹰教练机的计划 于是便打消了采购计划 改为自言 最快2026年才能完成交机 让F-5E要再多服役五年 这也使得F-5系列战机在台湾服役时间 达到了50年之久 面对这批战机 台湾也在思考最佳的处理方式 在看到美国在战机无人化方面的成果后 所以才有人提出要将F-5战机无人计划 让这位老将继续在台湾发光发热 你们觉得这项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美国能为台湾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